柯文哲指派都发局处理金华城案的陈情 然后接下来 4月16号都发局问说 真的要帮金华城研议吗 柯文哲市长盖章说 对帮金华城研议 4月16号 在应小为3月10号便当会跟4月16号 柯文哲市长盖章说 叫都委会研议之间 还有一次3月19号 柯文哲盖章把金华城的陈情交办 给都发局 那接下来再随便讲一个 他有这个介入盖章 2020年11月16号 11月16号的时候 都市计划 金华城都市计划 公开展览30天 那个章也是柯文哲盖的 对 照理来讲 都市计划的公展 都是副市长盖章就好 但是这一次彭正森不盖章 是柯文哲盖的 再来 在应小为便当会 应小为便当会 2021年4月21号的时候 那一次呢 还有8月10号 这两次便当会里面 柯文哲啊 因为都发局一直没有把金华城的陈情案办好 柯文哲直接指派彭正森做金华城的PM 没错 彭正森是都委会的主席哦 柯文哲在应小为便当会的时候 直接指派都委会 就是专家学者会议的主席 做金华城队的总教练 那 这些种种 来 我请教各位 听友 一个智商157 勤政爱民 每天七点半嗡嗡嗡的市长 我刚刚念给你听 他盖了这么多公文 做了这么多事 请问他不知道的几率有多高 他不知道 我必须说他是一个很优秀的诉讼策略 因为图利罪的构成要件里面有一个叫做明知违法 图利就是你明知违法但你要硬干就有图利 所以柯市长 柯前市长他的诉讼策略就是 他扣着明知这两个字 他要把明知这两个字打掉 所以他就说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这个违法 就算怎么样 就算议员的咨询 我2020年6月份的咨询过一次 那时候柯文哲说他不知道都委会有开会 我当时相信他 你知道吗 我当时相信他 直到我当了这个专案小组的成员 我发现他2020年的时候 早就已经跟应小为 对不对 在那边吃便当 聊融机 然后呢 早就已经交办 在3月4月份的时候 都委会开的会 还是柯文哲叫他们开的 结果6月咨询他跟我说 他不知道都委会有开会 所以我完全可以理解 为什么法官会放他 因为法官就是2020年6月的我 你说法官就跟2020年的你一样 觉得我相信柯文哲 我相信人性本善 我还在那边跟他这个苦口婆心说 你这个都委会的会议记录 不要委员A委员B委员C 你要把他们名字写出来 这些种种的 结果你根本就知道嘛 后来翻出来的这些公文 你根本都知道啊 那我2021年11月11号 我记得非常清楚 1111是个孤单的日子 那天只有我 要救柯文哲叫他金华城 这案子你不能够乱搞 我怕他卸刃之后被翻五大案 对他说不会啦 他说不会啦 不会啦 这没什么问题啊 没有什么问题啊 哎 拜托啊 结果到今天法官面前 你都不知道 在法庭里面 徒例有罪的 跟无能无罪的 你一定是选无能嘛 你就会告诉法官说你无能嘛 嗯哼 你盖了那么多章 你统统都不知道 很棒的诉讼策略是没错啦 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 诉讼策略给他按个赞 好不好 可是市民的容积 竟然呢 市长说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 一路他盖了那么多章 把他送出去 嗯哼 市民委屈了啦 咱 咱 好 乱 咱 咱